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周线里头来看 从中小版创业版到主版 周线还都是呈现的是个阳线 代表本周应该还是一个向上涨的态势 但是我们发现市场当中很多投资者 在这个位置上头 你说看空也不敢看空 你说看多虽然是增加 我们说这人数 因为现在随着我们所说的一些均线系统 或者是指数在不断的一个攀升过程当中 看多的人开始增加了 但是这个增加还是属于犹豫的增加 背不住哪天这盘中突然间的一个破位 可能又都集体转向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还是属于那种犹豫不决 风向两头倒 而且我们看到市场当中 还有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板块基本呈现一日游的概念 我们看到在前几天市场当中 推出这个政策利好 推出那个政策利好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日 当天就往上窜 其实在过去这一阶段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板块 能够您朗朗上口 什么体育概念 迪斯尼概念 然后再加上无人车概念 再加什么其他的 智能这个智能那个 再加上前几天 我们所提到大宗原物料商品的 这个也都是一日游的概念 很多就是后续乏力 前几天好好的弄出三千多亿的成交量 马上就给你来个样砍 马上这个成交量就萎缩百分之三四十 不能说砍了一半 基本上萎缩百分之三四十 市场当中的资金 完全是一种没有底气 可能几位都买齐了股票 买齐了这些东西 大家都在等 到底谁能够来替我拉台 主力咱昨天也说了 被套78% 7% 5点多 基本上肯定是挨套的 主力也琢磨着 市场当中 我是靠散户给我解套来 散户说 我就等你主力给我抬轿子 两方现在就造成这种现象 我们说谁敢有一日游行情 转天必遭空头打压 我们说市场当中都绝了 我们说您看在过去这两天 包括今天 小星小星 我们说这市场当中 最可怕的K线 不是那些长阳 长阴 要你担心的应该是这小 越小越可怕 为什么呢 代表是多空双方 在这个位置上 都是拿着刺刀互相对着干 这叫白刃战 所以说就是近身肉搏 接近于这种状态 我们说了连续两个小星 看打下来收回去 但是你看他往上冲 不冲 为什么呢 因为上方压力也是沉重 有人琢磨着 我到底要不要往上再攻呢 因为到往上再攻 我们知道主力基本上套在上方 3200多点那位置 你要说往下呢 主力说你敢下来 我们用护港通啊 再加上什么社保啊 动不动我就在这抽 好这市场完全是处在一个夹缝当中 而且呢完全没有方向 你说下方 5天10天20天60天线 咬着咬着牙 喊着口号说 我们已经转过来了 你看那上方 120天线250天线 说来吧来吧 你看来 我们这砖头给你准备着呢 所以说马嘎尔打狼 两头慌 谁也不敢往前头走一步 我们说这市场就到这儿了 空头也不敢 多头也不敢 现在等什么呢 你说今天晚上都说了 等证监会的一消息 我们看到在过去 每到周五的时候 肯定有一些利好 但是连续的利好怎么样 只是将指数 从底下慢慢推慢慢推 推到了我们所说的这3000点上头 也不上也不下 攻不过去下不来 但是在这儿 是不是还需要什么样的利好 才能够将这个指数 再往上攻一个台阶呢 因为经常看到了 攻一个台阶 就受到一定的一个洗礼 我们说上方压力实在太重 有那种感觉 但是这些压力会不会慢 还是说在下方的人 虽然我们看到每周也是开户的人数 都几十万几十万的 但是这个量 这个钱 坦白讲 真的没往这市场当中来 完全是市场当中的一个短期也好 短期资金 要不然就是存量资金 在这里头互相的博弈 虽然我们看到融资水位 从底下涨起来到现在 达到了将近9000亿的水准 8900多亿 9000亿左右 但是呢 好像这个融资也都是在等着 谁来救我 谁来把我抬上去 好想跑的一种感觉 那如果市场当中都是这种心态的话 那这盘子后头应该怎么走 一会儿我们来问问现场的嘉宾 我说我也别给你下一个断言 那么一会儿听听他们 在这市场当中 也都是征战了将近有20多年的一个过程 他们经历没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景象 或者是他们对于这样的行情 有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措施 好 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当中 首先是递开递走 收上来打下去 股指期货今天做了一个平稳的交割 主板市场基本上是小跌了四个点 但是盘中坦白讲 这心里头都是不安定 不稳定 为什么呢 往下一走就感觉要坏 就这种感觉 当然我们说了 除了股指期货交割 对于今天盘面的一个影响 我们就知道还有一些经济数据 其实今天的出台 也影响了今天的一个盘面 我们的编辑先给您做了一个汇总 您先来看一下 近日市场窄幅震荡 固执早盘在短暂冲高后所说 全天基本在昨日收盘线下方窄幅运行 震幅仅0.75% 最终报收37078.12点 微跌0.14% 创业板指略显弱势 早盘一度跳水 随后弱势震荡 报收2309.68点 下跌0.63% 宏观方面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为 158,526亿元 同比增长6.7% 符合市场预期 但交去年四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 其中 第一 第二 第三产业增长率 分别为2.9% 5.8%和7.6% 资金方面 中国三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3,700亿元 高于预期的11,000亿元 也高于上月的7,266亿元 三月M2同比增长13.4% 略低于预期的13.5% 和上月的13.3% 板块方面 三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1.6万辆 同比环比都增60% 销售结构呈高端化趋势 部分新能源板块个股 迎来了公募 私募和QV基金的调研 显示机构看好新能源板块 我们看到这个汽车销售量 我们说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过去今年的一季度的汽车销售量 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 而且呈现的是一个井喷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最近杜新版 就是杜新钢版 就是生产汽车那表面那铁皮的 再加上这很多的 这玩命的涨价 因为这个汽车卖的很多 而且再加上最近的原油的上涨 很多人都是说什么原因 因为中国卖汽车卖的太好了 但是这汽车板块 在我们这市场当中没反应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一会儿我们也来谈 不过我们看到 在今天整个市场当中 就是俩字叫纠结 是关前整理 关后整理 咱们不清楚 不过在这儿真是比较难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两位 刚才说了一位刘军 另外一位孙杨 两位都是天津老乡 来我问一下 今天这盘子您怎么看刘军 而且这市场当中这么走 好像不能降降九盘比跌 反正每天还往上抬一点 我们这市场当中说不抬也抬 我想听您怎么看待3000点过后 市场有人说了3000点这是铁底了 但铁底你上不上 3100就是铁顶 有点这种感觉 就这100点 小天您的看法 那学生这样 其实这周看点最大就是周三 当这那根凉线 对 对吧 周三放量了 对吧 放量了 然后还有个长上扬 对 最高差几个差三个点是吧 就是3100 对3097 对吧 然后呢今天和昨天两天 这两根根线呢 实体很小 是 那么但是这两个小实体呢 它都高于周三的受盘价 对吧 没错 都在上线里边 对 那么要这么看呢 那根是放量长阳 这两个塑量两个小星 这叫什么 强势调整 你从这三根线来看 没错 确实如此 那么现在大家为什么很担忧呢 其实呢 我觉得呢 现在看多的 确实看多少都有 对吧 你看空 看多的逐渐增加 对对对吧 我不能说少了 对吧 越看多人越多了 这是一点 还有一万 它必然有看空的吧 看空的现在是什么观点呢 你说看空 现在得破2638 奔2400 2200 这即便是没有 没有没没没了 对吧 基本就说大概回这么个五六十点 七八十点 一百点吧 看空得以为什么 这不行 这这么涨我担心 你要突然往下哇哇坑 哎这我踏实了 其实看空的人呢 他是把这埋伏圈呢 放在底下了 知道吧 他不是在这他不是在看空 他是在底看多 我可以这么讲吧 是 对吧 他到2009他看多 对吧 他只要一露3000 他得镜身头就大了 对不对 他这个看空 所谓的看空的 其实那等于是什么 我把这个往下一 这一台阶 我在看多而已 因为当时他们被甩出去了 好几次嘛 到2009一卖完了 好转天出一例好消息 直接高开就走了 对吧 他就是回不来 所以看空的 他并不是真正的看空 你要是真正看空 有的2638不是理 对对 2400 2200 1800 反正现在说这话的人不多 就没了是吧 所以说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打比方 从2638到这很长时间 慢慢慢慢 三个月了 对吧 我打个比方 如果咱假设一下 从2638到现在 非常快 一个月 或者干脆 两礼拜到了 这不踏实 你不踏实 对不对 对对对 你两礼拜到不踏实 那走三个月 你那还不踏实 也是不踏实啊 那怎么样才踏实呢 拿时间给你提振信心了 对吧 那那 我就想问 那怎么样才踏实呢 当初涨得非常快 5178 撑 用泡沫 这不行 我们要慢牛 对吧 现在慢的 这慢了 慢的受不了了 又受不了了 这当时快的好 你看一年从2000点 一直冲到5178 乐呀 对吧 高兴啊 但是当时说了 我们不要这种疯牛 我们要的是慢牛 慢牛给你了 这不行 慢牛一给咱 咱又受不了了 又受不了了 这有点夜宫耗龙的那个味道了 对 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所以我讲过 我觉得现在 大家也没必要自己吓自己 那我觉得现在呢 有这么一个 一个就是盘面 你给我一个提示 就是什么呢 三千一确实有压力 嗯 第一个 它上领线回来了 是 第二个 连续两天在这 收量了 好像害怕了 是 大家也许是 你要看周线 就是二周线 对 对吧 二周线正好压在这 没错 这一周上证指数 这个上证指数呢 上边是20周 底下是五周 哎 这一根K线正好 上顶天下AD是吧 对 上边二周 底下五周 刚才不说了吗 3098 底下二周线是 五周线是 今天三千 下周一亿开盘是 我都顶着它顶在这 对 所以说你就看 还是先漏一下 还是先上一下 这事我觉得呢 你通过这慢慢的上涨 既然趋势在 但是呢 你在趋势当中 它保不齐呢 它会有一下下啥 你既然你上面有压力 对不对 那我保不齐 我回来一下 但是整体趋势 我就既然形成了 很难一时间扭转 这是第一点 是 二一个 大家现在还有担忧什么 就刚刚影响讲的 这点非常重要 就是什么呢 大家都是一直 这我害怕呀 没错 眼睁我 我是追是不追啊 我手里头没有的 我一追就套我 我手里有的 我不卖它就回来 是不是 对 或者它来个部长 你这更着急 它就给人感觉不踏实 是 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一日游行情 它不光是今天 这不光是这一天 它一直是这样 您白人手里头数 就这招表现得好像 煤炭有色钢铁 是吧 包括之前的什么无人机 对 什么人工智能 这个那个 充电光什么的 锂电池 无人驾驶的 汽车 电油 游戏 对对 我不是都要 二都三八到现在 你酸码就一堆了 嗯 出来也就意味着 没有一个是主流 对呀 没有一个是从头至尾 我一直涨 没有 跟以前的行情 同同不一样 没错 这一点也是让大家 就是哎 这不像一轮 什么终极的大行情 好像 没错 但是你回过头再看 你回头看 别管我们 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股票 那加一起 什么也得几百只 对吧 那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我们没说到的票 那你回头 回过头再看 它的股价却都上了一个台阶 没错 那就意味什么 其实这波行情 就是在你不知不觉中 它都上了一个台阶 它都上了一个台阶了 嗯 那么你也就意味着 你之前你卖的 你很难再拿回来 对 特别上一周那种行情 嗯 一涨 你进去了 回来了 你一卖 刚起来了 嗯 就是你每一次卖 你回过头来看 我都拿 我都拿不回来了 嗯 演证指数 它就意见这上来了 是 所以说呢 我觉得既然这个趋势 它既然如此了 每次上涨 必创新高 嗯 每次回落 必不破新低 不见新低 嗯 趋势在 而且呢 三条军线 现在摆得非常非常顺 嗯 那在这时候 我就建议 大家呢 没有必要太纠结的 一时的得失 嗯 就是你今天 只涨十个点呢 它还是跌十个点 跌五个点 对 这这这这事吧 好像就一直都 都很纠结 对 但是它太纠结了 我觉得这个呢 我觉得大家 大可不必 这是一个 二一个从刚才 是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看空的人 其实呢不是 他是在底下 准备抄子 对 把这个包围 把这个子弹全都放在那了 把那个埋伏先搁在那 所以天天在那唱空 完了以后呢 他准备两千九那 因此 我可以 我把 我可以顺着这个逻辑 嗯 顺着这个逻辑 我们怎么讲 正是由于 有这些潜在的 潜在 多头 而它是潜在的 多头 嗯 现在的空头 也就是潜在的多头 嗯 正由于有这些群体 它跌不深 而且 好像因为他们 也不想往高了追 所以也长不起来 它跌 这感觉 对对对 这道理 它不进来 它是没有 没有新生力量去推它 但是你一跌 它就进来 所以你也跌不深 是 它就在这了 那么就往下看 有看30点的 有看50点 有看80点 看多少点都有 所以呢 你跌30点 有进来一帮人 进来50点 又跌又进来一帮人 现在基本上是这种状态 而且现在盘子相对的比较轻 程序量比较小 是 你稍微进来 它就只跌了 嗯 它就不动了 是 对吧 你看你看 那煤炭有色 它歇了是吧 今天银行有点动了 没错 对吧 银行歇好 又放钱了 对吧 不是 银行就歇好长时间了 你可能过来银行歇了 这个谁 保险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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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了 券商要歇 就卸一万 那你要这么说 咱这个悬谷应该怎么办 一会儿我再听您讲 我说这一会儿这个动 这市场当中要说论到板块 能有一百多个 对 能起出名字来的 这有一百多个板块 到底玩哪一个 一会儿我们再听您谈 我回来再问一下孙杨 我们看到近期 甭管是主板创业法 以前是什么的 你要主板在这歇着 这创业法才能跟你比 跟你来一下 就是说市场当中有这种挣钱效应 即使你创业法歇了 我们来主板再给你扬升 也就是说市场当中 此起彼伏 二八效应 现在不是 现在这市场当中 你大的歇 我小子也歇 你小子歇 我大的也不干了 所以说这市场当中 全都摊在这一个平面当中 我们说了 这现在也都清楚了 主力套在3200多呢 昨天已经公布了 一季度就被套7.7% 而且公布那天是3000点 正好我按照3824 就是32008 这么算出来的主力成本在那呢 所以说呢 现在还没到主力成本呢 怎么在这个位置上就干上了 我也想听您的这个思路啊 好的 这个我们先从技术上来看啊 就是从这个周线2638反弹到本周 应该是涨了是11周 对 11周 下周就进入12周 是 那也就是从时间周期的角度来讲呢 进入12周或13周 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时间周期 是 那么这个位置 从时间上 越低了 对 从时间上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时间周期的压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再往上走 那本周已经碰到了20周线了 是 20周线的方向是向下的 没错 那么我感觉有可能 有可能20周线会被突破 有可能会碰30 但是一几突破30的概率 我认为不是很大 因为从时间上 因为底下那个5和10还没追上 对 还没追上来 而且又到了这个时间结构 是 所以我认为呢 从2638这一段到目前为止 应该说是一个修复性行情 那么这个位置呢 总体来讲呢 它是一个存量博弈 它增量资金相对有限 不是没有 有 但是有限 不是 你看央行 我想问一下 咱最近的从逆回购也好 你看今儿说放出逆回购 还有M2的一个印钞的一个速度 其实13%90多 这一月都扔出市场当中 1.3万个亿 将近1.4万个亿 这应该是不少了 还有再加上前几天 央行又弄一个MLF 又扔出2855亿 这这么多 社保也来了 然后护港通天天界 对 关键不低 不多也 这市场没亮 管车反应不出来 早一进去就拿住了 谁也不买 谁也不卖了 现在成这样的 虽然是放了不少钱 但是钱暂时没进股市 没进 前一段时间进了房市了 所以把房子打起来了 我不说我们今年一季度 那汽车又销量 创过历史 对 而且有的又是汽车销量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感觉呢 就这一段时间呢 它其实是一个修复性行情 那么修复性行情的时间结构呢 我觉得到下周可能就结束了 就到下周 这12周了吗 12周 13周 也就是说这30周 得有一个选择了 到底该上下 你得给我说个话了 它无论是 它这个上下 它应该有一个选择 而我感觉从周线来讲呢 它要想向上加速 在加速之前 应该往下蹲一下 其实我从我心里来 很多投资者说 你长啊 我看好目标位在3,250呢 就差150点 真我说两天当当冲到那去了 对 咱怎么玩 我说的是这话 咱没法玩了 一下到位了你知道 是的 两天可 我按主力才能干出这活 拉银行 拉保险 拉券商 我给你拽两天 你不高兴吗 高兴我拽到位了 那还玩吗 这后的咱就甭玩了 所以说呢 从这个下周的情况来看呢 因为下周进入12周 而且从日线来讲呢 它是涨了 到今天它是涨了6天 从小时 这个日线的结构来看 所以说下周呢 其实有可能是有2到3天的 2到3天又到第8天第9天了 它可能又是一个 就看 我觉得最近判断呢 我觉得有一点怎么来判断呢 我可能更好一点 就要看它放不放量 如果它不放大量 我认为盘子没事 如果一放大量急拉 我认为你要高抛 这个位置不能追 那么这个位置因为碰到了20天 20周和30周线的这种压力 有可能到那以后 它一急拉 它可能有一个回答 没错 正好咱孙杨在这儿了 再谈谈这个周线 我不说正好咱说了 这看看 这本周收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图 咱这儿呢是一个阳线 然后在这儿收了三个星 然后呢本周呢蹭窜出去了 创了星高了 而且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刚才孙杨所提到的 5周线现在在这儿 10周线在这儿 20周线在这儿 你看这三个位置 你要说一个星期把它爬上去 不太可能 对 俩星期也够强 因为10周线在这儿呢 他要追这俩追 得有那么两三个 你看这我就按照我们所发展的这个线 基本上要汇聚到某一个点 咱们也得俩星期以后 是 也就说13周 可能背不住去再吓人 让14周再起 这里面我感觉是这样 只要现在这个量不放出来 对 就没事 一旦放量 在考虑谁买谁卖的问题 一放量就散户就冲进来了 对 它肯定有消息 当时可能会有一些消息 消息一出台 这散户刷一进来 一进来然后放量了 对 一放量怎么办呢 谁给的货 谁给的货呀 谁给的货呀 谁给货呀 对谁给货了 那么到那个位置 我觉得就是只要不放量 它可能慢慢悠悠 也可能说13周 它依然不是顶 它可能继续往上 14 15 继续往上走 还有一个就是不破5周线 这5周线不能破 对 你这个一破5周线 它就变盘 对 所以说我感觉 第一个不放大量 第二个不破5周线 这行情就 还可以继续延续 但是呢就是说 到了这个13周 还有这个30周线这个位置 要注意这个位置有压力 那么这个位置呢 你尽量不要追涨 你可以等一些股票 比如说前期一些热点 是吧 像我们昨天一些刺青股 是吧 是 那么它涨上去了 过来调了几天 调了几天 你逢低再考虑 股民没这想法 股民一看回调 就知道它要崩盘了那种感觉 所以回调不敢逢低去买 这很多散户不敢 所以一追高就容易被掏嘛 对啊 所以这是反了 这操作反了 尤其是这种 就不能追高这个地方 好 我听明白两位 两位也都是基本上给设定了 就说反正现在趋势还是向上的 也没见着什么任何卖出 不过是市场当中 很多人在这儿犹豫豫豫准备说了 我店抄另外一个底了 但是市场当中就不给他机会 好 我们回来再问一下这个刘军 股指机会已经结算完毕了 那么本周市场当中呈现的这种板块轮换 而且我们经常讲是一日流的行情 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讲 现在板块还没轮到我 市场当中可能每天也就只是上演 两到三个板块在那折腾 你要弄一百个板块 一百板块除以三 那就三十天一个月以后 一个半月以后 有没有交易日吗 一个半月以后 被不住轮到我 这实在太急 您觉得哪些板块短期呢 也能有一些机会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 你要是从航行结构来看呢 短期无外还是那几个热点 你像最近两天是无人驾驶 是 所以无人机这块比较热 像什么临近 我们上一周也讲了 快这个什么了 快那个欧洲杯了 奥运会了 体育板块 是吧 这些都有一些潜在的机会 是 那么一聊这样也活跃了 没错 对吧 另外还有什么什么国际改革 其实这东西都是老生常谈的 没有这么新鲜的东西 对吧 那么再加上这个是长期沉寂的 是煤炭有色 这也都起来了 没错了 煤炭有色这轮起呢 我是这么感觉的 特别是今天出的一个GDP数据 从整体数据来看呢 和预期差不多 6.7 这一点没有太特殊的 但有一个亮点 就是三月份大幅反弹 是 那这一点呢 可能对于这个未来 大家对于周期性的这个行业呢 这种预期改了 要改过来 包括你看最近两天 什么造船的航运的 都有点蠢蠢欲动 没错 是吧 那么由此来说大的 尤其是大的中线 我觉得还是会有机会 就包括像煤炭有色 因为我们说嘛 它既然是从这么长期 一说都是多少 或是个月以来的 第一次撬头 或者是达到了 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我们说就从PPI 这样的一个反应 其实都是突然间的转过来了 那你说现在经济数据 由于长期的是往下走 是吧 刚撬头 它不可能是微型反射 蹭就上去 那是小盘骨 是吧 是 你说这么大的体量的经济 它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 而且也不会拐过头来 直接又下去 对不对 这也很难 对不对 它也很难 所以说这点来这样 对于一些大的资金 它对于未来的航行布局 这些周期银行业 它其实现在已经很明显 有资金的进来了 那么既然如此 这个进来了 它不那么好掉头 那未来还有 也就是说这些大的 可以买可以布局 那么那小的 我觉得印强康那周线图 你再看一看创业版 好我来看一下 您接着说 创业版的周线图 它和主板相比 有一个特点 有一个不一样 好像我这数据有点小问题 您接着说 三九九零零六这个图呢 它是低点以来的 这个是 出来了 您接着说 您接着说 这是主板 不是创业版 创业版 创业版呢 这是第一点 这是谁 今年熔断以来 今年一月份第一周 第一周的以来 从第一周往后算 是第十三周 那么 我懂了 那么之前的十二周 这周之前的十二周 完全没有碰到谁呢 碰到第一周 熔断的收盘架 这 第一根 对 完全没有碰到 这个大的 这个 也就是这根阴线 过去之后 十二个星期 都没有碰到它 或者是 就收盘没有站上它 那么这一周站上了 是 那么你能说 这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吗 是的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多头 已经向今年第一周的空头 发起进攻了 对 已经什么 已经有小小的 就进步了 我敢找你来 对 我敢找你 连续十二个礼拜 连续十二个礼拜 都在这根阴线的下方 下方 那这礼拜 我终于清进去了 所以说 创业嘛 这根图要重视 它呢 有质的变化了 是 那也就意味着 刚才我们说是大的 那现在说的是小的 对 小的 它也有 在悄悄的 不知不觉中 它也有进步了 所以说 我觉得未来呢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热点板块 既然它过往是热点 而且呢 它是间歇的 并不是 这一下完事了 然后隔两个月它不动 不是 可能一下完事了 再隔一礼拜 它又动一下 它又斜了 这隔一几天三五天 又动一下 那既然如此 我觉得呢 这几个板块 哪个不动几天了 有一礼拜它没动了 你就看好它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 把电脑关上 每天七点 你看摊过人家算了 对吧 这就一直拿着股票 就拿着就完了 这个事呢 你别管它涨得不好的票 你现在回过头来 它也要个百分之二十的涨幅 基本上也有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一点呢 如果说您觉得 哎 挑来挑去感觉不太好 或者说过去呢 这一段时间 你挑来挑去呢 换来换去 哎 最后好像也没有太好的这种收获的话 那干脆找到一个底部 刚刚启动的一个票 还没怎么涨的 买进来放着放着就完了 好 这是您的一个思路啊 而且就是尤其是长刚 就是今年度曾经叫的很欢的这些啊 这个热点板块 只要它长完一段以后 只要歇那么个五六天啊 一个礼拜没动完了 记住了啊 可以进场抄一下 对 然后背不住在他那洗盘 不必哪天就来一下 对 哪天他再来一下的时候 你再卖给他 对对 然后再找一个 有前期有一些板块的 再歇了十来天的 您进场啊 好 我这是您的一个思路啊 我再问一下孙杨 想听您怎么看待近期 这些热点之间的一个切换 而且呢您觉得哪些板块 是在您最近的一个细致管辖之内 好 我们上次上周我们来谈的是一个 刺行股板块 对 我仍然看好刺行股板块 因为刺行股板块呢 它对 没压力 一个是没有压力 最重要的就是 目前大盘所处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低位 对 也就是按照我们以往的 这个刺行股炒作的特点来看 对 就是刺行股一般都是低位炒心 就在低位的时候特别容易炒 你看去年我们 而且还不容易挨踏 对 你看我们看去年的一些大牛股 像安硕信基 这些全是刺行股 是从刺行股里走出来的 所以它涨幅非常巨大 而且尤其是最近这些刺行股吧 又和市场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热点 很挨边 挨边 对 所以它就更适合一个炒 所以说呢 这个刺行股呢 我认为呢 就是像昨天应该说是一个集体爆发 是 集体爆发今天有所回拉 但是我认为这个刺行股呢 等它回党以后 仍然是存在着一定的机会 没错 因为它这个 这个一旦炒作 它那个空间 想象空间大 而且这里头的装也很 在第一天 大手笔开弯板那么多的 这个百分之多少的筹码一把揽到手 这还得琢磨琢磨怎么运作 对 这还得有点魄力啊 这是您关注的板块 第二一个就是 我关注的信息安全 我认为信息安全这个呢 就是随着我们互联网的这个不断的发展 互联网应用到我们的各个部门 各个行业 也就是说这个信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所以说呢 我认为信息安全的一些相关概念呢 只是大家去挖掘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还跟信息安全相关的 都是我们的国产软件了 就是国产软件包括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要做设备呢 就是说你有其他的软件 那万一那软件黑客怎么办呢 所以我要用我们的国产软件替代 所以这国产软件也是我们 未来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 当然还有提到的一个新能源汽车这块 新能源汽车呢 我认为呢 当然说在未来 这个肯定是越来越多 对吧 包括汽车卖的越来越多 卖什么车越来越多呀 当然是这个电动汽车越来越多 没错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跟电动汽车相关的 当然是有电动汽车 就要建什么呀 充电桩啊 对 所以说充电桩概念 就是它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短线脉冲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板块 只要它回拉 回拉以后它再次起来 我认为都有一个中线的布局机会 也就是说您重点关注了这几个品种 这几个品种 也就是说 现在可能是新骨次新骨 还是处在了一个向上冲的过程当中 如果要是找这种短线的强势板块 应该是这个作为一个领先 刚才您提到了什么软件安全 再加上的替代 再加上我们所提到的充电桩 可能是您觉得应该是从长久的一个角度来看 是一个作波段 对 你要不能你买完这电动车 你充电点没有了 还从家里拉线出来 是 这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好 而且提到了480万个 480万个充电桩 应该在2020年建成 那么也都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些充电桩企业 应该是有一些很大的机会和想象 好 听完现场的两位嘉宾观点之后 下面进入我们谭古伦金的另外一个小板块 微信连连看 大家好 我是露露 欢迎来到今天的微信连连看 又到了周末 可以说这一周过去了 不知道您的操作情况如何 先给您分享三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那首先这位叫做猴王 他说早前出差在外几天 没想到昨天看了一下账户 居然本周有了将近10个点的盈利 继续满仓持股待涨 那还有阿玉姐姐她说 高抛低心一周 忙忙碌碌 可是最后算下来好像并不成功 几乎没赚钱 另外还有BBAA她说 看着大盘上窜下跳 跌时怕再跌 涨时又怕会回调 最后是彻彻跌跌的踏空了 那可以看出三种截然不同的操作方式 带来了三种不一样的结果 不知道您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今天要发起投票 主题是截止到今天收盘 您的仓位是多少 A选项是满仓的 B选项是半仓以上 C选项是半仓 D选项是半仓以下 E选项是空仓的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投票 另外近期在微信平台 有很多投资者来询问 如何能够抢到我们扭散训练营的门票 那除了在第一财经图书印象专影店的天猫店 可以抢票之外 我们联合大智慧一起来为您送出福利 只要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将有机会获得由大智慧出资 为您送出的这个扭散训练营的门票了 千万不要错过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技术问题 这位朋友是提到了英强您好 我想请问你在节目中讲到的 5178点下降压力线 是根据哪个指标来画的 我能够根据对数指标来画吗 谢谢 问题呢我让英强给您解答 微信里您看就是这样 欢迎回来 因为这个提到对数概念 我们证明这位观众 应该在这市场当中 已经存在了有一段时间了 要不然你怎么可能知道 有一个对数图呢 对不对 那么一般我们说了 在国外的一个惯例 也就是说对于对数图 他们很多的一些分析师 都是比较喜欢用的 而且是由于对于一些 大波段的一个形态 他们利用对数图 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它能够直接的 反映到市场当中的一些细节 尤其是我们很多 就是提到这种波浪 这个浪那浪的 我们说基本上都跟对数图 这样的一个数浪的一个模式有关 但是我们说了 因为很少以前能够看到 这样的一个图 不过现在的所有的电脑软件 应该都配有这种对数坐标的 这样的一个标志 那么如果说您要想看对数图的话 您就能够发现 这市场当中 感情走势的过程当中 有这样的一种图形 来看一下 其实它跟算术图形能差不多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 5178和前期3600多 3684 这个位置上做一个连线 其实在今天和昨天 这个位置包括我们所看到的 我略微在这放大一下 您就能看到 当时它用对数图来看 当时就这个周三的阳线 才是触碰到我们所说的 5178到3684过程当中的 这条下降压力线才碰到 但是过往的这两天 这不俩小星吗 怎么样 对不起 这俩小星全都是站在这条趋势线之上 那么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和不好的作用 但是我们以前经常是在这市场当中 用算术图来画这个图的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在这个位置 这是普通坐标 底下是对数坐标 这有一个键 现在你看 如果我要是用算术坐标的话 您就会发现 其实5178和3600多 早在这个位置上就已经做了突破 而不是说像对数图 只是在这做的突破 我们说这要清楚 一般的话 我们说拿这种算术图来算 或者来画 也未尝不可 不过拿对数图它算出来的数 和我们所现在看到什么黄金比例 分割线等一系列的 它有所不同 但是世界上头的惯例 我再讲一下 惯例应该都是用对数图来算 我再讲一下 对数图来算他们真正的一个目标位 而不是用算术数来算这个数 你说0.618 0.5 0.382 它如果要拿对数图算的 跟您现在所得出来的这个数值 应该并不相同 所以说我们觉得对数图 应该是作为一个专业人员 重点要看的一个品种 但是如果要是一画出对数图来 您会觉得这个图形好别扭 为什么呢 您看这是我们所说的创业版 如果我要把它变成对数图 您就会觉得挺怪的 我们以前是这么看创业版的图形吗 但是如果说您问一下 这一次1779点 为什么打到这能停住了 为什么能停住了 是因为它是从这到这的0.382 就在这 如果要是说按照算术图 我们您看一下算术图 它就不是这图 您肯定觉得 这到这 那何止0.382 这怎么也得回到0.5以上 这俩图形不一样 这是按照对数图 它所理解的一个概念 到底是算是强势整理呢 还是说按照算术图来讲 它是属于一个弱势调整 这都不同 所以说我们只是跟您讲 我们平时用的 就是我在电视里呈现的 基本上都是算术图 来跟您去正常的 您在电脑怎么看 我们就怎么看 但是如果说一些专业人士 还有很多的一些专家们 我们说这种技术派专家 基本上都是用对数图 来跟您去解答 现在他们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不过现在是不管算术图 不管对数图 它都已经突破了 从高点下来的这条下降趋势线了 好吧 今天我们的微信连连看 就先连到这 不过我们现在听完场内的 两位嘉宾观点之后 场外的嘉宾 也要对今天这样的一个走势 发表自己的一个看法 我们来听一下 今日大盘 内有调整 与本作者是一样 感觉还是相当稳健 虽然成交量不能连续放大 但只有筹码者的心态相对比较平和 指数涨了不快 结构性的行情 交易性的机会较多 筹资者可相对积极的态度参与 目前与前期起涨共跌 改为轮番调整 轮番上工 所以做自己熟悉的股票 耐心持有 可能效果不错 年报已经尾声 特别要回避年报风险股 呼声股市 从最近的一个时期走势看 以进而退役的走势 控制盘面 这种不急不慢的特征 是非常明显 目前大盘行走在 五小浪的延伸浪中 这种延伸浪的时间不会长 下周三前后一天 会有变盘的时间之创 如果放量突破 3130点左右 是一个重大的短线阻力位 3062点也是短线的支撑位 2980点就是一条马奇诺防线 所以操作人的心态 必须保持腾稳的心态 选择幼稚股 成长股和吃心股才是上策 欢迎回到《谈股论经》节目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请英强 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股市聊聊八 股市聊聊八 防范于未然 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交易日过程当中 我们特别提示了市场当中 有很多人担心 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箭头 也有很多人担心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上请斜行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在这还要当时提过了 如果要是出现头部 如果要是出现这个我们所说的要准备开跌的情况下 它市场当中有一些K线组合 是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可能在市场当中有哪个点或者哪个哪个形态 有可能要出乱子 我们第一天跌的说的就是长黑 一定要讲一下长黑的一个下跌 跌幅在3%到5以上的一个长阴线 第二个是我们提到 在市场当中出现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而且当天是收阴 就是阴线实体 如果也是很大 上影线也很大的情况下 它容易出这个 那么我们在昨天提到的市场当中 如果出现了一个阴包阳的一个走势 或者是阴线贯穿 我们所说的这个前期有一个长阳 中阳的一个走势的话 那么这也都是有做头之嫌疑 今天我们讲在高档如果出现了三个黑线 就是连着三个K线都是阴线的 您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您想如果说主力去洗盘 如果主力要说去做盘的话 它不可能今天也跌 买进去的人 你想今天买进去的人 转天又接来一个阴线 代表当天买进当天套 因为当天收黑 就是当天买进当天套 转天没有解套的机会 又收了一个当天买进当天套的一个动作 连着两天 就是俩阴线出来了 然后他对不起 再给你来一个 再好啊 听我说啊 就是前头俩阴线了 再给你来一个 这连着三天 就是当天买进当天套的走势 这个一定要小心了 这叫三压悬空 反身俯冲的动作 尤其是在高档 甭管大阴线 别管小阴线 反正是突然间出现三个 一定要格外小心 这是我从形态跟您讲 咱看看文字怎么说 高档三阴线 一定要记住 盘板联系三天 三根阴线为短线转空信号 尤其股价在高档出现 卖出讯号则更强 三根阴线跌幅越大 股价下跌讯号就越强烈 若三根都是呈现跳空下跌 麻烦了 则下跌讯号是最强烈的 第三 阴线若下阴线部分越长 代表下方支撑力道越大 若出现在低档 有时反而是加速赶底的信号 我不说了 三阴线高档三阴 如果说在这下跌一段时间以后 突然间一个 俩 三 然后在这还都没事配向线 齐了 向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好 那么我们说了 这就是加速赶底 基本上快成型的那种态势 好吧 今天我们股市聊聊吧 又是从这种高档 因为很多人都说了 这高档万一哪天真下来 我们也没注意到 在盘中如果出现这种景象了 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 第一时间就能够反映出来 该不该跑 该不该卖 我们马上 我们说这都是跟您讲 因为现在很多人还是担心 三千点这个位置上 有问题 所以说我说我为了能够消除大家的疑虑 因为我们所有的变盘都是有征兆的 而且所有的技术走坏都是有信号的 所以到现在 没看见 没看见 咱就拿着 那就是拿到什么时候 一会咱在明日抢先报里头跟您聊 我们得先进广告 回来咱们再看那段戏 一会见 欢迎回来 在说完了股市聊聊八之后 在下周一的操作当中 我们的投资者应该关注 哪些重要的点位和指标 马上请英强带来 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当然我们说了 讲的是下周一的事 如果要想知道下星期的事 别忘了咱这个友谊英强开讲 礼拜日晚上六点 我在那里头 刚才不说 都没找着一个答案 没找着什么答案 钱去哪了 没找着这个答案 我不说这整个金融市场当中 除了股票以外 还涵盖了众多的金融产品 这钱到底 我不刚才说了吗 央行也印了 国外央行所有都撒 然后买房子钱 也都给挤出来了 然后这钱也都去 都问这市场当中 你看那央行又印了 1.3万亿的一个人民币 又给印出来了 央行又撒这钱又撒那钱 怎么样 您看这股市里头 没人来 全是存量在这折腾 到底印出来这些钱 这市场当中奔了什么地儿去了 我说在礼拜日 晚上那英墙开讲 就那开场里头 我大概用了十几分钟 给您讲这故事 到底怎么看待这钱 它还回得来吗 那里有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咱先来谈谈下周一的一个情况 上证综合指数日线读 均线呈现多头排列 上涨常态不变 下周一重要支撑位在3050点附近 指标继续呈现上扬的态势 因为MCD往上 KDG延续着80往上 也没死差那动作 表明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缺口后的第三天 昨天我们讲过这事 缺口后第三天 有回踩五天线的一个动作 如果踩着了 记住了 那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支撑明显 逢地借助 持股待涨 量能是小于上周基准量 2455个亿 下周基准量2500亿 周线收扬 看好这图 看好我今儿为什么讲这个 这是2500 上周是2455 记住这图 然后再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的走势 不一样了 均线呈现多头排列 上升趋势还是延续 因为我们看到 从本次低点以来 创业板有一条 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线 而且在这儿我们提过 连续的七八次 反正是都是探了滴滴 以后直接就再接着拉上去 高点是一个比一个高 低点从来没有再漏过 所以说我们看到下周的一个重要支撑位 尤其是礼拜一 是在2280点附近 其实也就是在这条上升趋势线附近 就在这 这条线就在这附近 我在这画着呢 上升趋势线 以上移到2275点附近 本轮上涨轨道 非常的明确 而且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需要观察的 上涨常态前低 为2289 有人说了 那我如果说跌破了上涨常态前低的话 但是呢 他没有跌破这条上升趋势线 举个例子 没法他漏这了 他应该有个反 如果说反起来以后 没能够再创新高 反手再破低点的时候 记住了 那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卖讯了 盘中需要密切的关注 我们说一个是这个点 一个是这个点 一个是289 一个是2275 275是上升趋势线 289是本次反弹 就在上涨过程当中 拉回的上一次的一个低点 只要先不破它 您就安心 破了它以后呢 再破275 这要小心了 可能就得要撤了 未破前可持股 反正是没 我们经常讲 就没破这个趋势 没发出任何卖讯之前 不要去考虑 我要不要把它扔了 刚才不也像刘军说的吗 你说你刀登来刀登去 刀登来刀登去 你会发现 这你不刀登 它也涨那么多 你刀登了怎么样 你要刀登对了的话 可能还能多上点 你刀登错了 背不住把这点利润又给抹去了 我说这是要特别留意的 你说我追热点 我强者横强 我追去 我不说 一般后来到这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你别追了 在这一过这了 别追了 咱别玩了 其实你仔细看 它在过去的这一阶段 不光是您手里的一些股票 它在这横着不动 基本上在市场当中 能够说算得上80%里的股票 都这么模样 您也别着急 大伙全一样 我们说这市场当中都是如此 而且量能小于上周基准量 1245亿 下周基准量是1180亿 这是量缩受养 既好这属于有点量价背离的走势 短期 那么是不是需要回调 回要修正 或者再找到支撑线 或者再找到五周线 反正明天 这下礼拜一 就关注这几个点就可以了 好 我们聊完这段之后 我们得进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就股指期货 首日 就是移仓完了以后 16年的5月合约 第一天就逆价差 它呈现了一个什么状态 我们先进广告 一会儿回来再跟您聊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下面进入我们一个抽奖的环节 我们看一下屏幕 好 听 恭喜屏幕上这位观众 您将获得由飞科智能电器 提供的扫地机器人一台 我们回到现场 继续咱聊一下昨天的话题 如果您有印象的话 昨天1604 应该是16年4月份的 中正500的合约 记好 昨天我跟葛剑眼儿在这两人聊 我说 我说明天 这就是股指期货结算了 他怎么当天还弄出20个点的逆价差 因为我们知道 股指期货结算 最后有一个撮合价 也就是说 甭管怎么样 最后给它弄成瓶水 就完了 能于在无形当中白赚20点 这哪行去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市场当中 记好 我再讲一遍 中正500的指数的 咱叫IC 就这个 来看一下 中正 这现在改挪成5月 麻烦了 麻烦在哪 麻烦在它的贴水达到了负的169 昨天您知道 我刚才说了 那是负20 今天就这模样 大盘没涨没跌的情况下 竟然来了一个负的169 你说神不神 你再看这个IF IF昨天是负6个点 就是护身300的那个 昨天是负6 记着点 但是今天 第一天 这5月份的第一天的合约 开启动的负的34 昨天是负6 今儿一下就扩大到负的34了 您就可想而知 这就代表 看空的力量还是很大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这刚刚统计出来的一个数据 我念一下 截止到今日收盘 您的仓位是多少 满仓的占了51% 半仓的占了21% 以上的占了21% 半仓占了9% 半仓以下的占了10% 空仓的占了9% 我们就以半仓以上的比例 六七成的来看 它可能是达到了72% 我呢 您既然是跟我们做了这种微信互动的话 我相信您肯定是我们的关注 其实呢 我在这轮行情当中 从2600 2700 2800 2900 反正一直到3000 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是看多的这种心态特别的重 再加上我们最近也都知道 主力基本上被套得高位 但是呢 走到这个位置上来时候 我说您仔细观察着 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创业版那个点 还有它的趋势线 记住了 不能漏 漏了 一定要减一部分仓出来 这是我今天在周末的过程当中 特别提示您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 我们首先感谢现场的两位嘉宾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节目的一个大力支持 愿您在下周的操作过程当中 圆满 顺利 挣钱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